登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李小姐之情 刑警正在向李小姐打听情况 外面突然热闹起来 暴躁的小徐又开始搞事情了 他用棒子砸软男的车 软男自知理亏 没敢反抗 刑警说出手事就出手 小徐被紧急逮捕 李小姐上前替小徐说话 刑警说 他脑子现在不清醒 放他走绝对会传货 李小姐想了想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小徐被带到警局反省 秀珍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死因是窒息 而且已怀孕八周 这事果然不简单 窒息的话就证明是他杀的 是谁把他吓死的呢 已怀孕八周 怀的是谁的孩子 这时李小姐来到警局 刑警他们在会议室讨论案情 小徐一个人蹲在角落反思 刑警目前锁定了两名嫌疑人 一个是小徐 他暴躁异怒 有冲动杀人的可能 而且有人目击到他和秀珍吵架 另一个人的身份还没能确定 这个神秘人经常和秀珍通话 用的是非法手机 可能和秀珍是情侣关系 最后一次通话是案发当天凌晨两点 但电话没有接通 另外两点的时候有人报过警 说有人大半夜哭个不停 与此同时 李小姐陈周围没人 在刑警的车钥匙里装了窃听器 刑警那边也分析的差不多了 案发时间应该就在两点前后 嫌疑最大的是小徐 只要找到证据就可以嫌安了 对了 还有秀珍的手机 手机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消失 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 秀珍加油监控 不过什么也没拍到 估计是没打开吧 林久前小同事问了句 秀珍妈肇事逃逸的案子是谁办的 现在路上都是监控 怎么会抓不到人呢 刑警也很无奈 就是抓不到人 她有什么办法 还是先专心破这个案子吧 刑警突然想到个人 软男 软男也很可疑 李小姐一直在等刑警 她想让刑警放了小徐 下午还有游泳比赛 刑警不放 秀珍是被勒死的 小徐现在是嫌疑人 李小姐愣了愣 有证据吗 证据 有人看到小徐和秀珍吵架 吵得可凶了 以小徐的脾气 冲动犯罪也不是没那个可能 李小姐不傻 嫌疑是嫌疑 证据是证据 没证据就得放人 反正不管怎样 小徐必须参加比赛 就算坐楼也得拿了奖牌再做 今天是决赛 结果影响着小徐的一生 刑警还是不放 李小姐生气了 没证据就把人关起来 这分明是针对性调查 说白了不就是想把小徐弄成犯人吗 李小姐再给刑警最后一次机会 不放人的话就准备打官司吧 刑警怂了 小徐被释放 李小姐带小徐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原来在秀珍家找到的手机是小徐的 李小姐问他是不是凶手 他不说话 逼急了就说要找软男算账 因为软男把秀珍的肚子搞大了 李小姐并没有惊讶 看样子他早就知道了 他扎开话题 让小徐去参加比赛 小徐不想去 也没心思去 他只想替死去的秀珍出口气 他不喜欢李小姐 因为李小姐是他爸的小三 整天被小三这样关交 他早就说够了 这李小姐算是他后妈吧 李小姐也不为难小徐 只要拿到奖牌 以后想干嘛干嘛 他保证不再插手小徐的人生 小徐烦 他也烦 一天操碎了心 比当亲妈都累 另一面 听那个老板娘说 秀珍新买了个手机壳 有电话打进来 灯会一闪一闪的 老板娘还记得一件事 秀珍好像去数据复原中心 取过什么东西 公寓那边的监控也得确认 可电梯里的监控却消失了一段 刑警在秀珍家乱翻 他翻到了一个村折 同时打来电话 汇报了一下监控的事 案发前后 电梯的监控没了 长达一个半小时 看着像是被人故意删掉的 刑警给法医打了个电话 秀珍的指甲里有一次犯人的血迹 刑警拿到了一个样本 法医得尽快对比一下 这件事也被监听刑警的李小姐知道了 其实消失的监控是保安科长删的 他和那个经常去李小姐拿的短发妹有一腿 删掉的那部分 就是他俩偷情的证据 小学上次在学校揍的人 是经常去李小姐那的长发妹的儿子 长发妹找李小姐算账 马上就高考了整个这事 住院的这几天怎么复习功课 最重要的是 牙齿被打掉两颗 脸都肿了 李小姐常诺会负责所有医药费 这时 一楼的老头来找李小姐说理 李小姐平白无故说他贪污重建款 可真的是平白无故吗 李小姐能那么说肯定是有根据的 老头虽然有点心虚 但还是一口药定自己没贪污 当李小姐把他的房卖了 他不在这住了 工会会长也不干了 与此同时 刑警收到消息 修正去过数据复原中心 但具体去到哪家还不清楚 另一面 阮男在偷疼重建的事 公寓前面的儿童游乐设施坍塌过 电梯也坏过 水管也老旧的不能用了 得把这些都报到出去 加快重建的步伐 工会会长 也就是那个老头 不干了 阮男难得用起一次 老头收了那么多钱 竟然不办事就想走 重建可是两兆的事业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搞定 刑警突然来找阮男 还没等他开始问话 阮男老婆就来了 刑警问他们 任不认识 经常给修正打电话的神秘人 那个神秘人 每周还给修正打一百万 两人不说话 意思是不知道呗 可阮男的表情不像是不知道 刑警继续问道 知不知道H咨询公司 神秘人的钱都来自这个公司 公司地址也在这栋大楼 阮男只回了一句 不知道 然后就开门送客 刑警站在门口看了看他 他赶忙把手上的伤折住 另一面 短发妹和长发妹 边坐瑜伽边聊天 两人都很好奇一件事 按说小徐他妈死了 小徐他爸可以名正言顺的 和李小姐住在一起 为何要丢下儿子 一个人去国外呢 李小姐在医院照顾修正妈 以朋友来找他 顺便说了点心理话 朋友听说小徐是嫌疑人 李小姐说不是小徐杀的 应该是软男 修正怀了软男的孩子 小徐脾气火爆 这些年来也惹了不少事 朋友劝他把小徐送进去改造一下 他不愿意 往监狱送 还不如往精神病院送 朋友觉得他挺狠 当保姆的时候 尽心尽力照顾许家人 现在还把小徐当亲儿子养 目的应该是小徐他爸的百亿资产吧 他逼争就轻 说养了小徐15年 不是亲生的也成亲生的了 这个朋友是记者 李小姐把老头和笔运建设 私下交易的证据交给他 让他拿去好好利用 李小姐是个很会算计的人 这次没能保护好修正 他很自责 女子同时 刑警拿到了被删除的监控 案发前 小徐去过六路 案发后 小徐慌慌张张的跑了 这证明小徐有做完时间 他立刻通知同事逮捕小徐 李小姐经听到了这个消息 但并不知道逮捕的理由是什么 引用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小徐还没出来 他竟然换了身衣服跑了 不参加比赛了 女子同时 快递小哥准备进入修正家 这一幕被对门的短发妹幕记 比赛开始 小徐不在 李小姐着急了 他立刻去找小徐 这时 刑警收到消息 小徐跑了 这小徐到底想干嘛 难道他真是凶手 快递小哥进入修正家 家里没人 他有何目的 他站在修正的梳妆台前 拿起修正的化妆品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另一边 阮男刚把车停好 暴走的小徐就来了 阮男天天被小徐打 早就收够了 男人你一拳我一拳 谁也不服谁 心情正在往现场赶 快递小哥开始化妆 李小姐也在往现场赶 阮男和小徐越打越上头 快递小哥也接见上头 男人终于分出胜负 身为运动员的小徐 竟然败给了阮男 刑警终于赶到 他把阮男拉开 阮男没说话 直接走了 李小姐正在查看小徐的伤势 刑警把他推开 当场逮捕小徐 李小姐不理解 两个人打架 为什么只抓一个 刑警说和打架无关 秀琛出事前他在溜溜 出事后他就跑了 李小姐立刻叮嘱小徐 保持沉默 什么也别说 刑警带小徐回警局 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 小徐接到李小姐的电话 抓紧了 两次相撞 原来李小姐也是个狠人 不久后 救护车赶到 伤者被送往医院 伤到不是很重 主要是小徐不见了 李小姐死不承认 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刑警咽不下这口气 手锅是被人解开的 很明显是李小姐策划好的 李小姐跑来道歉 说自己有哮喘 真的是一场意外 关于赔偿问题不用担心 保险工资会全权负责 刑警要被气死了 他这是明目张胆的袭警 被协助嫌疑人逃跑 李小姐走了 刑警派人跟着 刑警和小同事坐下来闲聊 他想把萧真的事调查清楚 还不是为了让自己 少一点负罪感 肇事逃逸的工作时效是十年 现在还有八年 当时没找到证据 萧真一直咽不下这口气 刑警当时还开导他 不要被这件事毁在自己 就算妈妈变成植物人 萧真还得活下去啊 他还年轻 未来很美好 可萧真做不到 一天抓不到凶手 他就一天不得安宁 刑警觉得很对不起萧真 如果当年能抓到凶手 或许萧真就不会死了 另一面 李小姐就见小徐 小徐在快递小哥呢 原来小徐被刑警带走后 他就联系了快递小哥 装车时他已经做好准备 所以并没受伤 快递小哥把小徐带走 他才假装也受伤了 与此同时 刑警来到修真家 门开着 里面有人 会是谁呢 刑警小心翼翼的进去 有人在屋里乱翻 另一面 快递小哥说出事情 原来他是目击者 小徐当时在秀真家 但秀真不在 小徐下的是秀真妈 而秀真不是从六楼掉下去的 是更高的地方 只是 在秀真家找东西的人 对仙境说了句 哥 救救我 既然是软男 难道是软男杀了秀真 殊不知 两人的对话 都被屋里的监控拍下来了 小徐想杀的是秀真妈 而秀真不是从六楼掉下去的 兄叔到底是谁 是住在七楼和秀真有展的软男吗 李小姐之情第二集的故事 道理就结束了 小徐被洗白 秀真妈脖子上的雷痕是他弄的 好歹秀真妈并没有出事 但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就算脾气再暴躁 也会有个理由 对软男动手 是因为软男把秀真肚子搞大了 对秀真妈动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软男管刑警叫哥 他俩是什么关系 软男为什么会出现在秀真家 秀真是从六楼以上掉下去的 他住在七楼 难道他才是凶手 到底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或者说 根本没一个好人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的话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